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个地区 我觉得都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学习好的东西 那包括像交流的人分 除了一般的交流 我们美食也可以进行交流 像我们在广东吃的 三西市的美食都不一样 对,大家在三十三西市 我们吃了一个叫比较比较面 但是在台湾并不常见 然后像洋风浩 也是非常非常的新奇 对,像那个模样掰的 跟黄豆的大小的 对,我们是一般人 我们根本不知道掰的怎么形 我们想说,快吧 吃慢的快吧 掰是变成这样的好了 但是被赴源退货 他就这样一组手 对,所以其实就是 不同的文化交流 这些让我们遇见到 不同的地域的美食 然后各方的民俗 民心 然后还有一些文化这样子